在周瑞的心中 还有最后一个令他困扰的问题 会不会是他们给我发短信 让我不要来北京呢 于是他问道 哎 我回北京前 谁给我发过短信 大家都摇头 周瑞让萧云和方薇搭上自己的车 并提醒萧云系上安全带 你怀孕了啊 我想让方薇协助你负责经信银行的项目 做成了一人一半 怎么样 有意见吗 这很公平 萧云点头同意道 好 我尽快带方薇认识客户 和图主任去听场音乐会 周瑞刹车掏出了音乐会的门票交给了方薇 这个项目交给你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方薇点了点头 这个订单寄托着周瑞完成任务的全部希望 一旦输了后果很严重 周瑞叹了口气 商场如战场 有的仗可以打 有的千万不能打 只要有可能 我会离这个订单远远的 可是不打 我们完成不了任务 打了 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输了 你要想清楚啊 方薇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踏入战局的时候 脑袋就被憋在裤腰带上 他轻轻地吐出了四个字 顶多辞职 周瑞说了一声谢谢 方薇拍了拍他 我们是兄弟 你这样的处境啊 我怎么能够抛下你 不管 周六 晚上九点十分 方薇本来对古典音乐一窍不通 今天 却开了窍了 为了和图主任有共同语言 他买了一本萧邦的传记 整整啃了一整天 钢琴曲变成了血肉丰满的故事 方薇听得入神 直到音乐戛然而至 他和图主任读音乐学院的女儿 聊得兴高采烈 萧云插不上话 这小子的音乐造诣这么高啊 居然说的这位音乐专业的女孩点头就如捣钻 车停进停车场 萧云乖巧地拉着图主任的女儿逛商场 方薇和图主任则是坐在星巴克的露天座位上 三言两语之后就谈到了惊信银行的项目 方薇请他出谋划策 您看 我们有戏吗 图主任摇头啊 这是金融行业今年最大的采购 众多公司必然蜂拥而至 要赢下来啊 不容易 参与这个项目的公司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实力最弱的国内公司 啊 我不是贬低啊 客户关系管理是新兴的技术 国内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国内公司加入 可以有效地压低跨国公司的报价 但是他们没有希望啊 第二类是港台或者合资公司 他们呢 可能在香港台湾有过成功案例 但难以承担惊信银行这么大的系统 机会也不大 无论国内公司还是港台公司都是重在参与 旨在各个省延续出来的生意 真正有希望的只有跨国公司 毕竟啊 最先进的技术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啊 我们也可以从这些跨国公司的成功案例 学习我们需要的方法和经验 方威故意试探 引他多说 哦 哎 那我们不是很有希望啊 小公司吃不着总部的肉 还可以啃各个省项目的骨头 再不成啊 也能喝点汤 图主任开始透露真正的秘密 猜猜啊 在这个项目中 真正坐庄的是哪家公司啊 惠康 方威想也不想 惠康最主要的对手就是杰科 必然想方设法置杰科于死地 图主任善意地提醒道 他们关系深厚 技术和产品的实力不属于你们 千万不要硬碰硬啊 客户永远是最好的老师 方威虚心地请教 那我们该怎么做 图主任斟酌着说道 嗯 崔行长分管这个项目 他呢 要去上海参加一个展会 专门考察这个项目 你们可以想想办法呀 第三周布阵 周一上午九点三十分 刘峰回到办公室里找到了状态 他在国内金融界举足轻重 一跺脚整个行业都要颤抖 美国和加拿大虽然发达 但他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显不出尊贵的身份 刘峰坐在包裹全身的大皮椅上 就像是穿上铠甲的将军 没有什么不可征服 这一切都和这个行长位置相关 决定着衣食住行的待遇 甚至儿子的前景 屁股下的位置是赋予这种魔力的源泉 他不仅要不断巩固这个位置 还要让屁股越坐越高 自从巩固了屁股 刘峰就将每周的碰头会 移到了办公室 虽然办公室直通会议室 但他还是喜欢坐在宽大的皮椅上 居高临下的和坐在小沙发上的 副行长们开会 这样才更有感觉 他们逐一汇报了工作 刘峰点头 表示知道了 首肯了 负责建设和技术的副行长崔国瑞 打开小本开始汇报 刘峰一立一身体准备认真倾听 由于并非金融专业出身 崔国瑞是银行官员中的异类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过去专用封闭的银行系统 正在升级到以互联网为中心的 开放的网络体系 这些技术将逐步而又深刻的 改变着金融行业 然而技术走势 既难以预料 又商机无限 刘峰喜欢又红又专的人 尤其是有专长的人才 崔国瑞就是这样的专才 在刘峰的定义中 红是忠心耿耿 专是指踏实工作并有一技之长 在这个越来越开放的时代 忠心难以持久 得势的时候 他们揣摩自己的想法 然后完成 一旦失事 他们便会跑得远远地 以洗脱自己 甚至落井下石 崔国瑞讲完 刘峰满意地点头 又笑着提醒道 嗯 还有一件事情 你还没有提到 什么 崔国瑞抬头不解 客户关系管理的项目 我在美国与各国银行专家交流之后 深刻地感觉到 客户管理的重要性啊 我们不仅要懂金融业务 还要懂得营销 这个项目不能久托不绝了 应该尽快启动 大家有意见吗 崔国瑞是这个项目的坚定推动者 以前卡在了刘峰这里 乐见刘峰转变 好 我举双手赞成 这个项目 势在必行 一把手和主管副行长都表态了 其他人当然不会反对 刘峰很满意 嗯 好 尽快启动 我们不仅要建成国内最先进的客户关系系统 也要通过这个项目 改进银行内部的流程 使得银行管理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件事就由崔行长负责 从相关部门中 选拔精兵强将 组成项目组 尽快提交可行性报告 周三 上午九点正 方威站在白板前 面对萧云 周瑞 林嘉玲和工程师们 在上海 他自认为做了一些大单 但和眼前精信银行的项目相比都微不足道 他就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 面临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会战 充满期待和不安 他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 出击之前要仔细的研究战场 精心挑选最佳的作战时机 他这两天泡在精信银行 利用萧云已有的渠道全面的搜集资料 并将资料分类研究 方威首先研究精信银行的背景资料 包括发展史 规模 业务范围 收入和盈利情况等等 就像研究战场的地形 然后他开始研究银行行销的现状 精信银行如何进行客户关系管理 管理模式之中有哪些问题 对什么部门造成了什么影响 然后是组织结构 哪个部门和采购相关 部门怎么设置的 它们之间的分工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个人资料 他仔细地列出可能参与这个项目的客户名单 全面完整地搜集他们的资料 生日 兴趣 爱好 家庭 住址 经历 休闲方式 行程安排 他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 甚至连他们的宠物也不放过 如宠物的名字 饮食习惯和口味 最后他分析了竞争对手 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 图主任说的没错 惠康几乎垄断了京信银行所有的生意 甚至在其不擅长的领域都屡屡千单 京信银行被惠康牢牢地控制 难怪周睿如此的谨慎 他身陷精心布置的包围圈 左突右冲 仍然不可避免地落入圈套 方威了解到这些之后 反而踏实下来 对于京信银行这么重要的客户 这是极其正常的情况 他酷爱竞争 知道竞争有输有赢 也准备好接受输赢的惩罚和奖励 就像出生入死的将军 面临强大的难以取胜的对手 也要勇敢地大吼一声 向前冲出 毅然亮剑 即使战死疆场 也要面带微笑马格果实 这就是销售的宿命 既然选择这个职业 就如同古代的战士 战死疆场是他们的归宿和荣耀 软弱 绝望和放弃 只能面临被人奴役的失败命运 还好只是竞争 不像是在古战场上要以性命相拼 也许这就是文明的进步吧 方威为此而庆幸 那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顶多重头再来 方威的习惯是将所有与采购相关的客户资料 都做成卡片 挂在墙上 周瑞把它叫做作战地图 黄色卡片表示最重要的决策层的客户 蓝色卡片表示管理层客户 紫色卡片表示操作层的一般客户 这些卡片上 包括每个客户的姓名 职务 部门名称 采购角色 以及详细的个人信息 卡片上还可以再贴两个标签 一个是向红边的关系标签 有认识 约会 信赖 和同盟 四种选 另一个是向绿边的立场标签 分别有支持 中立 和反对 三种选择 卡片越挂越多 方威也越来越兴奋 这是一幅从来没遇到过的大型作战地图 就像敌我双方在战场上聚集前所未有的大军 决一死战 方威在地图上排兵布阵 直到几十张的卡片 全部贴在白板上 他才转过身 用激光笔指着白板 向众人介绍道 根据我的分析 一直在金融系统 三年半前 担任行长 家住顺义的别墅区 儿子正在与一位空中小姐恋爱 他精明能干 善于冒险 在金融系统人脉顶上 这是他的照片 刘峰的头像闪现在投影屏幕上 这是方威在网上找到的照片 这是一张威严的面孔 周瑞把刘峰的样子印在脑中 他的经营目标是什么 周瑞问道 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文章 我研究一下 方威将一罗资料送到周瑞面前 这是方威通过网络搜索出来的 挑出的记者对他的专访 和他的讲话资料 电脑咔嚓一声 刘峰家庭成员的头像 一一掠过 忽然定格在一位笑意盈盈的 女孩的身上 萧云赞道 这是刘峰的女儿吗 一点都不像 真漂亮 巨大的照片笼罩回忆时 轻轻淡淡的美丽 反而更加的涉人 方威走到屏幕边 伸手摸到她的笑容 赵颖 国航的空姐 刘国峰的女朋友 今年26岁 身高1米68 重庆人 父亲是出租车司机 母亲下岗在家 哈哈 你对她真了解 你还知道什么 萧云对方威搜集资料的本领 佩服极了 嘿嘿 我还知道她今天内衣的颜色 你们想知道吗 方威露出了坏笑 她露的这一手 足以震慑工程师们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听令 工程师们果然是哄堂大笑 萧云急忙白首 斥责方威变态 二号客户是主管技术的副行长 崔国瑞 并非金融专业出身 喜欢数据 擅长分析 重视细节 有条不紊 追求完美 对于这个项目 她建议将总部与各个地市的接口 并在一起 尽快启动 但是 这个建议 被刘行长否定了 三号客户是财务总监 常怡 52岁 负责审批银行内部各种采购的预算 按照惯例 她不一定参与采购的整个过程 但最终表决的时候 必有她一票 她养了一只可恺爱犬 喜欢户外运动 四号客户 业务发展总监 萧小杨 负责银行的市场运作 是刘峰的亲信 她上任以来 业务拓展取得高速的发展 她擅长依据设定的目标和指引 确定时间表 推动业务向前发展 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 她喜欢运动 高尔夫是她的挚爱 据我了解 她和惠康有着密切和长久的关系 五号是信息中心主任屠峰 45岁 级别低于其他四人 但信息系统建设是她的职权范围 她长期在银行内负责软件开发 目前的系统就是她负责实施的 做事严谨 认真 负责 平常喜欢下围棋 她的女儿在读音乐学院 我和萧云刚陪她听了一场音乐会 方薇一口气介绍了五个客户 看着众人的表情 给他们提问的机会 周瑞问道 京信银行的上级单位会不会参与 甚至影响这个项目 肖云也熟知客户 替方薇回答道 京信银行的主管单位 是中国银行监察委员会 俗称银监会 只负责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监督 这个项目 不在银监会的管理范围 嗯 还是去银监会走一趟 有备无患 惠康在京信银行扎下了深根 如果不能够从客户内部突破 银监会将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周瑞给了建议 他对方薇搜集的资料颇为满意 只是这个订单非同一般 绝对不能漏掉任何的资料 还有啊 竞争对手的情况怎么样 方薇翻动了页面 另一个笑银银的面孔 被投影在屏幕之上 工程师们再次惊艳 今天可是美女大聚会啊 萧云却小声地惊呼道 啊 是她 萧云的反应出乎预料 她立即解释道 她是惠康北方区的销售总监 洛家 萧云的反应出乎 scholar下转发能工作室 家伙先生有什么呢 垫里面孔的事情 给您解释道 让我打问 还有这一片的对方 三人乌瓶的反应出乎 人要是一对费天下来的 一片吧 我们不得了